通贝权 烟台所流传的通贝权就是五行通贝权 又称齐家五行通贝权 那么齐家五行通贝权是何人所创 又如何传入到烟台 但烟台的发展又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本期谈古论述栏目就向您介绍通贝权 五十三岁的钟福坤席练五行通贝权 已有四十多年历史 是齐家五行通贝权的第七代传人 多年致力于齐家五行通贝权的研究和整体工作 在他收藏的通贝权全谱 记载了这段历史 齐家五行通贝权创始人为齐信 清朝道光明间齐家在河北关县开馆授意 称为齐家门 由其以枪法文明于当地 并精通多种古术 当时江南有个妾师傅 因仰慕齐家大枪 便以心急通贝权与齐家交换 于是徐信与儿子齐太昌 将齐家大枪六和弦 明堂绑七守法 心急通贝权荣为易卢 于是就有了齐家通贝权 反正这一盘就是开始 跟齐心就开始来的 齐心齐太昌 教给他的儿齐太昌 齐太昌 教给了这是一代 就是那个许田和 再就是许田和 教给了修建区 再到就是 谁的一代一代的 这个演变而成的 最后就是打练 就是那个谁啊 修建齐老先生啊 这以后他故意拿出来 捅飞几些东西 通贝权其风格特点是 大体大粗 放长肌远 粗犯豪放 胸猛诚实 雄魂有力 舒展大方 而又内外坚固 刚柔相继 特别是 齐掌法练习更有独特之处 发左拳上左腿 发右拳上右腿 也就是所说的顺拐 这样练习 有助于在训练中达到 通贝权所要求的 放长肌远的宗旨 摔掌 拍掌 穿掌 提掌 钻掌 多种掌法的组合 更是将通贝权的特点 发挥得淋漓尽致 综上所述 通贝权在练法 七法 立法等方面 都有着与其他权种不同的特点 已经由一种单一的锻炼方法 发展成为有完整的训练 积极理论的练法 击法的特殊门派 而在这个完善的过程中 修剑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修剑痴 河北公安县人 拜许天和学习通贝权 攻城之后到京京一带游历 广街胡友 不断提高武艺 1920年 修剑痴到大连广收弟子 以交权为业 从此 齐家五行通贝权正式走出了河北 晚年 修剑痴有了完善通贝权的想法 于是开始修书力传 最后完成通贝权 是法理 圆融自洽的群学体系 打链串修了武士 打链才有了同贝权 以后 真是在这边 给人的打链来到宴台 叫银送先生来到宴台 串修了同贝 赵振生 原名林玉浦 烟台七辖市江的沟村人 林玉浦一城修剑痴 在他身上发生了许多传奇的故事 钟福坤向记者介绍 林玉浦生于一九零六年 于一九二五年左右 来到黑龙江丹东一家饭庄 依靠厨艺为生 后拜赵延荣 赵延平兄弟学艺 一城后在丹东小有名气 后来修剑痴的弟子刘恩全来到丹东 两人相识后相处 情投以合 结拜为兄弟 并相互受益 于是两人白天干活 早晚就在饭庄后院练武 在这期间 还发生了一个小故事 据其后人所讲 当时林玉浦聚集大家 在一起习武 被路过的土匪看见 见其习练兵器很有杀气 于是离开 没过几天 这帮土匪将丹东 这条街上的商铺洗劫一空 唯独林玉浦所在的饭庄没抢 于是在那以后 林玉浦在丹东 临生大阵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林玉浦不得不离开丹东 来到大连 最后来到了烟台 并更名为赵振生 叫金生老先生 在燕台52年 搬起了金生圈石 在那个年代 就是燕台30多年圈 唯独没有同兵 从焦老师来了以后 燕台才寄到同兵圈 由此看来 通卫拳在燕台生根发芽 赵振生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在燕台其家 五行通卫拳的主脉 就是赵振生传承的 其弟子遍布整个燕台地区 通卫拳作为中国武术 十大全种之一 在燕台有着众多的习战者 据中福康介绍 在燕台学习这种全法的市民 就有几百人之多 我们相信 经过这些习户者的努力 通卫拳必将在燕台发展壮大 在燕台上 我可以来到燕台一边 感谢观看